现在十点半 真的十点半 才发现 这是房间没有滤镜的情况 这是外面 来新疆二十多年了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沙尘暴 现在稍微又严重了一点 多名网友拍下新疆特强沙尘暴 天空赤城如同末日景象 亲历者 车窗都碎了 被风直接吹走 二月十七日 新疆多地出现特强沙尘暴天气 上午十点半黄沙漫天 暗无天日 有地方路上车辆 被强风吹走车窗玻璃 还有的地方石头满天飞 打碎车窗玻璃 当地民众说 天空赤城诡异 一边是风卷黄沙 一边是沙尘下橘色天空 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夹杂着雪花 让大白天变成了黑夜 有世界末日的感觉 有司机发视频说十几机大风 卷着沙石 过路车辆玻璃 无疑幸免全部被击碎 这一刻真正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力 2月17日13时28分 新疆为沃尔兹市区气象台 2024年2月17日13时28分 将沙尘暴黄色 升级为沙尘暴橙色预警信号 目前喀什地区 巴州南部 吐鲁番市等地出现强沙尘暴天气 网上流传当地网友拍摄视频显示 有游客在吐鲁番连货高速上遭遇了沙尘暴 当时风特别大 上午十点半就不见天日 天空现赤橙色 看着真下人好像黄泉路 还有亲历者说 车窗都碎了 有的车窗玻璃被风直接吹走 不仅是能见度低 不仅是沙土满天飞 它是石头满天飞 很多汽车玻璃被石头打碎了 网友纷纷表示 真是啥也看不见 可怕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天 长这么大 三十年来第一次见把玻璃打烂的 我一个朋友在路上玻璃被打烂了 还好是那种蜘蛛网状的裂纹 不然在路上可要受罪了 网友说新疆吐鲁番 喀什沙尘暴 来新疆二十多年 从未见过如此大的沙尘暴 没有大V媒体关注报道新疆吗 新疆这沙尘暴有种看末世小说里的情节了 好可怕 网友说 今天新疆出现了特别强的沙尘暴天气 有多厉害呢 它不仅仅是能见度低 不仅仅是沙土满天飞 它是石头满天飞 很多汽车玻璃被石头打碎了都 大家感受下 有没有新疆的朋友 这种天气是特别罕见的呢 还是说每年都会发生的 这事竟然没有上热搜 平时大城市出现个彩虹 下点雪都能上热搜 网友 今天新疆的大雪 大风 沙尘暴太恐怖了 好多路段风路 偏偏今天还是反乘高峰 尽量还是等恶劣天气过去再走吧 大自然的力量不是人可以抗力的 二十多年没见过这么大沙尘暴 新疆沙尘暴 天空赤城沙尘暴席卷而来 大风刮碎车泊里 过路车辆绑满风口浇防沙 网友表示 新疆暴雪大风寒潮 反攻高速路上遭遇风吹雪 仿佛现实版流浪地球 二月十七日 新疆多地持续暴风雪 当地计划停运五十四列列车 十七日至十八日 预计北疆地区最高降温二十四摄氏度以上 阿勒泰地区 富运县托尔红乡地区 最低低温已降至零下四十一摄氏度 中央气象台 二月十七日十八时 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 受冷空气大风影响 预计二月十七日二十时 至十八日二十时 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 内蒙古中西部 甘肃中北部 宁夏 陕西中北部 山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阳沙或浮沉天气 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东南部 内蒙古西部局地有沙尘暴 十七日 新疆维乌尔兹之区气象台 发布大风和寒潮红色预警 称十七日到十八日 新疆多地将继续受到大风 暴雪天气影响 其中 克拉玛伊市 克州 阿克苏地区 巴州北部 东江等地 风口阵风打十三到十四级 三十里风区 百里风区阵风打十五级 北疆地区最高降温24摄氏度以上 当地将出现强或特强寒潮 局部地区将有暴风雪或风吹雪 新疆气象台消息还称 截至二月十七日早上八十 受强寒潮或特强寒潮影响 新疆三十一个气象观测站出现暴雪 全江最低气温降至零下41摄氏度 最低气温出现在阿勒泰地区 富运县兔洪乡 新疆铁路部门消息 因大风暴雪天气 16日停运旅客列车39列之后 17日计划停运旅客列车54列 18日计划停运旅客列车6列 中共交通管理局通报称 16日凌晨三十许 新疆一离国子沟山区风吹雪 天气已持续13个小时 当地能见度不足20米 连货高速国子沟路段积雪严重 16日下午三十三十分 当地又突发雪崩 一辆小汽车被困 车上三人受伤 其中一名七岁儿童 胳膊脱臼 近年来中国大陆极端天气频发 过年之前 华中出现罕见大雪 很多人被困在湖北高速公路上 2月23日前后 最低温度零摄氏度线 将南压到苏晚南部 江西北部至湖南南部 贵州南部一带 预计 2月16日二十时至18日二十时 新疆大部 内蒙古中西部 甘肃大部 宁夏 青海北部等地 将先后降温6至12摄氏度 其中 新疆北部 内蒙古西部 甘肃和西等地部分地区 降温可达12至20摄氏度 中国新年假期结束 许多高速路段和往年一样 再次陷入拥堵状态 一些地段 甚至几个小时都移动不动 网传许广高速路边 饿死的土鸡 扔得到处都是 2月16日传出的视频显示 高速公路上被困的车笼 移动不动 许多司机站在车外 还有孩子下车跑来跑去 路边的枯草中 丢弃着各种杂物 其中还有两堆土鸡尸体 爆料网友说 这是许广 许昌 广州 高速 返程高峰 太堵了 几个小时都没动 好多车上从老家带的老母鸡都死了 扔的路边到处都是 据路媒报道 最近朋友圈里 关于高速堵车的抱怨声一片 开车从河南出发回杭州的吴小姐表示 以往节假日也会堵车 但今年似乎情况更严重 为了避开车流 选择凌晨四点出发 但车流也没见减少 早上六点 她还是碰上了护闪高速大堵车 截至十点 她的车才挪动了两三公里 地图显示 她前方的路线还有多个拥堵路段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杭州 另一名刚刚返回杭州的小红表示 从南京到杭州二百公里 平时只要开三小时 但她这次开了七个小时 因为刚上高速就开始堵车 十公里的路花了半个小时 但与自驾游海南的游客相比 吴小姐等还算是幸运的 因为车辆从海南返回 需要轮渡 但目前在车轮渡二月份的票早已售庆 只能预定三月份的票 部分提前买到票的游客 经过千辛万苦 排队几个小时 甚至一天才登上轮渡 买不到票的游客 则只能焦急地望洋兴叹 很多人等不及 只好将车扔给海南的托运公司 然后承载客轮渡离开海南 中国新年前夕 湖北等地因为冻雨 暴雪大面积堵车 连堵多日 但到了除夕 二月九日 几乎所有的堵车消息和求救视频 突然被全网消失